话说第二次露营在往返的路上分别发生了爆胎 特别是在回程的路上发生的那次 一是非常危险 二是没有备胎可用 所以耽误了很多时间 当时就促使我把原车的四条旧轮胎都换掉 并且要安装房车轮胎报警装置 其实我的皮卡就有这样的功能 就是监测房车轮胎的胎压 这个就是随皮卡配备的房车轮胎胎压传感器 我带上这个和上次买的新轮胎一块 找了个轮胎店去进行更换 这是一个专门给大货车换轮胎的店 有三个大型工位 毕竟是专业的轮胎店 专业人员专业设备 活干的也非常专业 在加拿大无论是做什么工作 人员的防护和各种警示标志 都是非常完善的 这个轮胎店也不例外 轮胎用这种楔形的Tair Chalk挡住 门上贴的是警示标志 这样就保证了车辆在工作过程中不会被移动 就好了 好 我也趁这个机会把备胎整理一下 固定到房车下面的位置上 因为上次多买了一个轮骨 所以现在就有两个备胎可用了 轮胎换好以后 我还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房车和皮卡匹配一下 在皮卡上按照相应的提示进行操作 就能顺利完成匹配 轮胎店的工人告诉我 他也不知道皮卡的这个功能 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操作 其他品牌的皮卡我不太了解 并不是所有公养皮卡都有这个功能 需要具体看哪辆车才有 我买车的时候 销售告诉我 这辆车有这个功能 我当时觉得是对我非常有用的 也是吸引我的卖点之一 匹配过程中需要放一些气 使车辆能够识别出那只轮胎 听到喇叭响了一声 一个轮胎就完成了匹配 整个四个轮胎匹配过程 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的皮卡没有这种功能 可以考虑第三方厂家的产品 亚马逊上有很多选择 但具体价格 性能 及可靠性 需要自行判断及购买 以后我就可以随时查询 防车轮胎的胎压了 并且防车轮胎出现问题时 司机也会及时收到报警提示 尽快采取应急措施 这样就安全多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点赞分享 谢谢收看